柯文哲 出席議員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柯文哲再度合體送廚於現場歡身不斷 但10號晚上市府造勢來參加的人少了 還被質疑動員市府人員 我們這個選舉是沒有什麼所謂的陸軍 大部分還是都是年輕人 那也不是那種坐遊覽車來的 就是純粹網路號召來的 當然相較於2014年 2014年當時還有民進黨的資源 地盤造勢只來兩萬人 跟四年前二十萬人相比 人數差了將近十倍 對比崛起的韓國瑜深入綠營鐵票倉 鳳山造勢擁入五萬人 萊茵大母雞也順勢拉抬首都選情 低總中擺脫佛系全力反攻 柯文哲市長 你在用公款做了多少相關的選舉活動 沒有政績 連捷運站的扶手梯都要去做剪裁 像上一次你知道 連勝文報的競選費用比我低 這個我怎麼會服氣嘛 不可能嘛 辯論場上藍綠猶備而來 柯文哲拋出帳戶問題 但被反問是不是用公款選舉 轉了彎見指連勝文 但顧著把戰場拉回四年前 昔日的白色力量 如今卻成了藍綠口中的變色龍 柯文哲市長 他的政策反覆 他的立場也是變動 拜訪台獨教父的李登輝情義 他還要去求見被貪污判刑定驗的陳水扁 騙來騙去 騙藍騙綠 辯論會後 柯文哲遭評亮點不足 審視下滑 選戰逼近民調也越拉越近 頂手中集中火力 九二一選戰 港都首都成藍綠勝負關鍵敵 記者郭欣然 問我們是SNG小組 台北報導